嗨,大家好,最近我有朋友跟我說,我儲了這麼多東西,為什麼不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所以今天我就準備拿了我收藏了的部分的眼鏡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不是很帥呢? 現在桌上的就是我部分我收藏的一些眼鏡,待會我會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如果 provin家可以 канале,請問恨會性水折袋 旁邊是 有可能是Google강!!!! 旁邊是國人,現在還有大家 bead橋的時間、很輕鬆 在興奮等茗西 KP学園等 Titans 現在大家看到這副眼鏡在大概十幾年前 我和我的同事去紐西蘭看酒店的時候 在一間古董店裡我看到這副眼鏡 我覺得很漂亮 那時候的想法是買來給女兒將來長大去派對用 現在真的越看越喜歡 而這副眼鏡的特點就是你會看到眼鏡框就是圓和方 其實我們做人都應該根據學習就是外圓內方 而這副就是我比較喜歡的其中一副眼鏡 這副眼鏡第一個顏色很特別 第二它就是十幾二十年前 郭富城用它的名字而去做的一批眼鏡 然後這一副就是日本的名眼鏡師所設計的眼鏡 它表面那一塊是可以拆出來的擦飾鏡 除了面頭那一塊鏡之後 那就是一副普通的平光鏡來的 這一副其實就是真代帽的這個鏡框 是用真代帽的這個鏡框來做的 那所以變成了很多時候呢 我都要很小心不敢呢 是帶出去去 離開香港 如果不然呢就很容易會被人沒收的了 那你會見到其實很漂亮的 那這一對眼鏡也是日本製造的 那這一對眼鏡也是日本製造的 所以看到它的手工也是很精緻的做得 那這一副呢都有成最少啊 最少都有成四十年歷史的了 那這一副呢其實呢就是羅敦斯德 我相信呢都年輕的朋友可能都沒聽過 那但是如果你說有得五十歲或以上的人 一定會知道羅敦斯德其實在當年 是一個很出名的眼鏡的牌子來的 那主於這一副眼鏡呢 其實重點呢就是那個鏡框 是18K一斤 那還有呢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眼鏡框來的 那這一副也是一樣的 那你會見到它的鏡框其實是很幼的 那它是這個白金造的 然後呢我就試了一成二十一副眼鏡了 究竟哪一副最適合我呢 不如這樣吧 你們告訴我吧